如果社會事件是持續 如果再出現好像去年後期我們見到的暴力衝擊的話 當然對我們的社會和經濟都會有影響 我們自己市民都不出街 會影響我們的消費和相關的行業 亦都會令到一些外國的投資者去質疑香港 還是不是一個安全的地方來做生意呢 所以我是很希望這些社會事件能夠早日平靜下來 這個時候大家一起努力將香港向前推進 剛才提到對話的問題 目前來講的首要任務都是防疫抗疫 還有在這個疫情之中知道要防疫的話 就盡量減少多人聚集在一起 所以在目前來講我們就集中精力處理防疫抗疫的工作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